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京玉雕及南北之所长 吸收宫廷记忆 形成了料石公斤 设计大方的精座流派 北京玉雕的制作玉料种类繁多 常见的有和田玉 翡翠 玛瑙等十大类 民间的能工巧匠擅长因材失忆 根据不同预料的自然形状与色泽纹路 创作出各具特色的真品 有栩栩如生的人物 花卉 鸟 兽 也有别具一格的首饰 器皿 盆景 盆花 不同主题的玉雕工艺各不相同 真让人眼花缭乱 美不胜收 玉雕可不仅仅是具有美学价值 历代的思想家和文人给玉注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中国古人说 玉不拙不成器 只有历经雕琢 才有着精美的玉雕 只有历经磨难 人才能成长成才 谦谦君子 温润如玉 以深深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之中 构成了璀璨的中华文化 李宗盛 写 把 男 寅